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了以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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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点事啊 我是那肚量的人嘛 虽然这三个孩子不是我的 但是这三个孙子全部是我的 1923年美国福特公司的一台大型电机发生了故障 请来了专门的专家会诊 但是一连数月毫无收获 后来他们就请来了移居美国的德国科学家斯坦敏茨 斯坦敏茨忙碌了整整两天两夜 最后他在电机旁用粉笔画了一道线 吩咐说打开电机 把此处的线圈减少16圈 故障就可排除 后边电机果然运转正常了 斯坦敏茨向福特公司索要一万元美金的酬金 当时的一万元美金可以说在美国能买两处房产了 有人就说画一条线就值一万美金 你这简直是碰瓷啊 敲竹杠啊 后来斯坦敏茨婉然一笑 然后在付款单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说粉笔画一条线只值一美元 知道在哪里画 价值9999美元 这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故事 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被一个天上人间的小姐给读到了 天上人间大家都知道了 里边的小姐可以说是集中华的所有最美的模特 于一家 就是为这些个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 小姐的服务费动辄十几万 一万元可能才算起步 一天某小姐就被警察抓获了 非常有鼓起 咬紧牙关死不承认 警察就说了 说你领口供 我也能判了你 你信还是不信 小姐就说了 我只是卖套套而已 一个套套只卖一块钱 但是教会她如何使用 9999块 有错吗 警察说 没毛病 放人 最近关于李旺阳先生同项捐款的事 又在网上热炒 当事人是田庚先生和唐柏乔先生 同时兔哥就因为昨天晚上在田庚先生的推克上留言 建议他们公布各自的证据 就遭到了唐粉的猛烈攻击 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是第二次对兔哥出言不逊了 兔哥始终认为还是那句话 叫理不变不明 有理左遍天下 无理村部难行 你要真要把兔哥惹生气的话 可以说兔哥骂你半个小时 绝对不会有重样的 你信吗 兔哥呢 可以说是文能提笔 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你要给我来武的 那叫刀枪剑击 抚插 躺棍射棒 边点垂爪拐的流星 带尖 带刺尔的 带尔的 带尔的 带容绳 带索 带锁 带道 时候带鹅眉刺的 样样精通 你要给我来文的呢 你就看兔哥的嘴唇是多薄啊 兔哥是 养之天文 俯茶地利 通小人和名 阴阳懂八卦 小七门之盾甲 运筹 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自逼 管众月以至嫌 暴妻微作 笑傲风月 未出茅庐 便定三分天下 其实呢 兔哥是不愿意骂你们 不是兔哥不会骂人 也不代表兔哥就是多么高尚 只是兔哥感觉骂人呢 对于解决问题 没有任何的帮助罢了 兔哥既然赶上YouTube和推特上来 那就是来便理的 骂人呢 永远是兔哥工具箱里 一样愿意拿出来的工具而已 我先把这次的事件呢 大概给大家回顾一下 2012年6月呢 中国民主人士李旺阳先生 在中国大陆呢 非正常死亡 海外华人为纪念他 就由唐柏乔先生牵头 准备呢 为李旺阳先生修建一座铜像 搞起了捐款 大家都知道呢 现在捐款的方式呢 一般就是三种方式 PayPal网络捐款 支票捐款 还有现金捐款三种方式 PayPal网络捐款呢 我没有见到那位网友的公布账号 我也不能妄加评论 但是呢 支票捐款这一项 却引出了争议 我首先知道呢 是瑞典茉莉 在2017年呢 就开始追问捐款事项 要求呢 公布捐款额和具体的去向 网上呢 瑞典茉莉呢 有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呢 有很长 我就给大家读它的最后一段 我决定呢 写下这份迟来的证词 希望高智盛一家 以及其他被害者在起诉 骗捐者时 能够用上我这份证词 以此在美国法庭上证明 某人的诈骗行为 是长期的 一贯性的 此外还有唐柏乔 以制作李旺洋同项的名义 骗捐案 也希望大家继续追问 茉莉 2017年8月21日 然后呢 我就看到了唐柏乔先生 有个视频 对此事件做了回应 然后 李旺洋那个同项的事情 是我想出来的 因为我要想让 永远活到我们心中 然后找陈维明 去谈这个事情 最后出现了一个 一个食物 是我的食物 因为我们没有做好 那个事情 我们影响不够啊 人情太冷漠啊 这个人情冷漠 也包括你朝贯清的 你没捐 我们来做了 捐款捐的不够 做不成这些事情 你在那里嘲笑了 还跟我们定无数的罪名 然后我只是发了 一个小的技术错误 我把陈维明 张冠你带了 今天那个钱 你跟我说 他买墙 你要把那个钱拿出来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说凭常识 那个钱一定在你户口里面 我说告诉你 张冠青 凭常识 你又搞错了常识 那个钱真不在我户口里面 我敢啥这种缓吗 那个钱的账户名 是在田拉西州 我没有去那里去开个账户 你现在去查 叫FBH马上去查 那个户主是谁 不是我 是中国平等教育基金会的一个负责人 这位人士 是我没经过他同意之前 我是不能对外公开的 因为他做了大量的事情 曾经 捐助国内 我们一起建立这个平等教育基金会 我是当时这个平等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 实际负责人是他 那个会长是刘青 理事长 当时中国人权拿了一万块钱 在这个平等教育基金会里面 这一位先生 默默无闻的先生 现在全世界都不知道他这位先生 也拿了一万多块钱出来 来援助国内的人 然后你说那一万多块钱 我现在问你张冠青 你去问我茉莉 你写出来那个东西 你是凭着什么根据 就算是撒谎的根据都可以 比方说有三个流氓 傻了缓 我每个人捐了三千四千 筹起来这一万多 就像那个七万块钱捐款样的 也行 我很想知道玻璃 你从哪里得出来这一万多块钱 除了袁建兵那五千还有一万多块钱 因为我据我所知道 只有一千多 同时呢 我也在网上查了唐柏桥先生的很多视频 始终没有看到他在视频中 提起的那个掌管 捐款账号的神秘人是谁 他只说了在田纳西州 但是呢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民运圈就这些人 同时呢 当时又公开了捐款的账号 聪明人呢 一下就猜出了是某位著名的民主人士 田庚先生 有人呢 就把唐柏桥先生说的这一千三百美金的捐款 还在田庚手上这件事呢 告诉了田庚先生 田庚先生呢 我猜想啊 就很不高兴 田先生呢 就说这钱呢 已经被唐柏桥先生拿走了 感觉呢 自己受到了不白之冤 就联系了在加拿大的赖建平先生 说出了当时的真相 唐柏桥先生呢 在2012年的时候 搞了一次为中国民主运动人士 李旺阳先生 这个去世以后啊 搞了一个雕塑一个同项的监款 公开募捐 那么这个事情呢 时间过去了有将近六年了 唐先生呢 至今呢 说不清道不明 很多朋友呢 提出了各种质疑 但是呢 唐先生呢 一直把 一开始呢 把这个事情呢 说是陈维明先生 管了这笔钱 他说他自己不知道 后来陈维明先生呢 这个发书面声明 并且又做了一个视频 说明了他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笔钱 他没有管理过这个账号 更没有接受过一分钱的监管 这样的话呢 唐柏乔先生呢 又做了视频 说有一位中国平等教育基金会 一位朋友掌管了这个监管 那么他没有点出名 只是说有那位平等教育基金会的一位朋友 这个接受了监管 并且呢 把这笔钱呢 还在这个朋友的账上 他没有动用过 一共到底接了多少钱 他自己说一千多块钱 但是呢 他没有拿这个钱用过一分钱 所以呢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那么唐柏乔先生的视频出来以后呢 曾鸿先生把这位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的 这位朋友的名字给点出来了 说这位先生叫田庚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位神秘的田庚先生请到我们现场 我们来对他做一个采访 看看这笔监管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这个田庚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你好田先生 请你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你好 赖建平先生你好 你好田庚先生 还有各位网友 还有所有光新李旺扬树项捐款的这些朋友们 我向大家问个好 我就是田庚 住在美国的田纳西州 我也认为呢 需要把李旺扬树项捐款的这一个事情啊 我自己所知道的也应该把它说清楚说明白 也算是对李旺扬先生这个英雄人物啊 也算是对我们光新这个事情的朋友们 算是一个交代 我相信您看过唐柏乔先生 关于把这个监管的去向啊 指向一位这个平等教育基金会 这么一位他认为以前的同事 我相信您看过这个视频 您认不认为唐柏乔先生指的这位人士就是您 曾鸿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了 说就是叫田庚 您认为这个唐柏乔先生所指的 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点过你的名字 唐柏乔先生指的那个人士 和曾鸿先生说的田庚 是不是就是您这一位 那平等教育基金会呢 也就是我的账号 也就是我在管理 所以说我应该是 看过这个唐柏乔先生 一直在说是钱他没有动过 都还在田庚乔的田庚那边 是在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的账户下 那么钱究竟在谁那里手在谁的手上究竟唐柏乔先生有没有动用 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您呢 把这个事情能够讲解清楚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呢先介绍一下 这笔监管呢到底是怎么发起的 一共最后接受了多少钱 那么钱呢究竟给没给唐柏乔先生 因为我们这里呢涉及到一个唐柏乔先生呢 他是不是 如实的 如实的向公众 告诉了公众 这个有关监管的去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性问题 所以下面我想请您谈一谈 这个监管的来龙去脉 您可以呢尽可能多的 这个展开您的这个这个陈述 谢谢 李旺阳先生的数项 我们有一个装款装任的银行账户 当时2012年6月初的时候 唐柏乔先生打电话给我 他说李旺阳先生是被被害了 我们这样对国内这样英雄人物 就是不吃不倒的 即使看头也不回头这样英雄人物 他们的他的牺牲啊 我们要为他花起募捐 然后塑一个塑像 但是没有我好像没有记清楚说 就是说要做同项 就是做素项 那他打电话给我呢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 他呢 唐柏乔先生 我们曾经在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 这个组织里面共事过 那我也曾经为这个平等教育基金会 申请到我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免税税号 所以说唐柏乔先生呢 就想利用这个免税税号 为李旺阳先生这个数项捐款 开一个专院的银行账户 那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呢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在海外也能够也是可操作的 我就满口答应了 然后呢 这个平等教育基金会 是之前刘青先生 是中国人群会长刘青先生 跟我们几个 跟唐柏乔先生几个朋友 建立起来的一个 一个公民议政 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刘青先生呢 从中国人群那边拿了一万块出来 一万块美元 然后还有我们 我呢 还有其他朋友也捐了一点 然后就向大陆的这些人 发起了这个资助 那后来种种原因 公民议政 就是没有继续再运作下去 那这个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呢 也就跟着停停了 没有继续再运作下去了 所以说 这一个免税账号 是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的一个免税账号 那接下来 那谭柏乔先生呢 就为了李旺洋的这个数项 打电话过来 说是要 就是要使用这个免税账号 为李旺洋先生的数项募捐 好 天天先生 这样啊 我跟您请教两个问题啊 您简单的回答我一下 那么 当时 按照您这个说法呢 刘青先生是会长 那唐柏乔先生和您分别是什么职务 您和唐柏乔先生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 李旺洋先生这个同项监管的事宜呢 是不是发生在 这个公民议政和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 这两个机构停班以后的事情 那么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个免税账户 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呢 在公民议政里面 这个组织里面 唐柏乔先生是秘书长 他的职位是秘书长 我是普通的这个公民议政的成员 到建立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 因为是我在主持这个申请账户啊 管理这个基金会的账户 那我就是平等教育基金系管理账户的财务的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就是说啊 同向接受同款监管的时候 公民议政和平等权力教育基金会 实际上是已经解散了 只剩下一个这个免税账户了 是这样吧 对对对 那我再问您一下 这个当时这个接受这个监管 是唐柏乔先生个人委托您 实际上是帮忙的性质 只是借用您这个账户 因为您刚才说了 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唐柏乔先生只是为了免税起见 让您呢 个人帮忙 也就他作为一个个体 和您作为一个个体 两个人之间的帮忙借用这个账户 是不是这个情况 完全正确 这个事情呢 就唐柏乔先生花旗 为李旺洋诉下募捐的时候 我没有参与 他只是打电话告诉我 帮他开设一个银行账户 作为收藏 收权捐款的这个账户 只是帮他管理这个装款专业的账户 没有参与发起募捐 那您知道他这个发起募捐是他个人发起的 还是有一个其他的什么组织啊 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 只是委托您来接受这个监款 利用这个免税账号 您知道有什么类似 比如说筹款委员会啊 或者其他的形式 还是说就是他自己一个人 或者最少他委托您接受监管的名义 是他个人名义对吧 应该据我所知 没有其他任何组织的名义 只是唐柏乔先生个人的 那这个钱一共收到多少钱 您还记得吗 这个钱最后哪里去了 您有没有给唐柏乔先生 或者现在还在账上 您能跟大家讲一下吗 谢谢 可以可以 我这里从开赴 是6月2012年6月22号开赴 对 我总共收到唐柏乔先生寄过来的三张支票 三张支票 三张支票呢 一张是100块钱美元 第二张也是100块 第三张是20块 然后还有一笔 是电汇进来的 是7月18号电汇进来的 这个是982块美元 这一些资料 我可以把它存 传真或者说花信息给你 你可以展示给网友们 或者说还有包括我开户的100块钱 100美元的这个开赴 其实接收电汇的银行的收费 还收了12块 12块美元 那在过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收我们的账户呢 就这么多钱 然后好像我记得是在 2012年9月底的某一天 唐柏乔先生打电话给我 他说要急着用这笔钱 他说要急着用这笔钱 付给陈伟明先生 作为雕塑的头期款 或者首期款 急着要 那我说急着要的话 我们可以开个支票过去 他说支票寄来寄去 还要存钱还要几天 可能来不及 能不能想办法 就是拿现金给我 我告诉他 我是在田纳西 我不可能为了这点钱 要飞到纽约去 那我告诉他 我说如果真的是这么急的话 我可以想个办法 联络一下 纽约唐柏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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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有没有朋友 能够帮我付这笔钱给你 然后我就把这边的银行的账户的钱 把它取出来 还给我自己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纽约的朋友 刚好联系到一个做生意的 是女性朋友 是在曼哈顿这边的朋友 然后联系好以后我就马上通知唐柏乔先生 我说好 如果这么急的话 我刚好联系到一个人 就可以帮我支付这1300块钱 你可以到某某个地方 几点到某某地方去取 然后到了那边我们就在电话上确认一下 这位是唐柏乔先生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支付1300块钱给他 后来唐柏乔先生就取到这1300块钱了 所以说唐柏乔先生在视频上说 这笔钱还在田纳西 管理账户的这个人那里 还在这个账户里面 这句话是不是他年就是经过几年忘记了呢 还是说是有什么差错 总之他的说法在视频里的说法 跟事实是完全相违背的 他已经取走了这1300块钱 好实际上他相当于委托你帮他接受了这个监款 那么您实际上是把现金委托曼哈顿的朋友给了他本人 那么你在从这个免税账户里面把这个等额的钱取出还给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您这个账户所收到的全部的款项 这全部的款项实际上其中的其实还有100块钱是您开户的时候放进去的 最后的1300块钱都给了唐先生 那么也就是说您根本不存在这个贪污啊 截留啊扣留啊这笔款项的这样的可能性和空间 都已经给了唐百祥先生是这样吧 完全正确 那么另外我还想问您 为什么唐百祥先生收了三张支票他要寄给您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不能存这张支票 这三张支票呢都是写着Stage of 李旺洋 就是他就是支票只能存在这个装款装业里面 李旺洋这个雕塑 塑像装妇里面 那不可能存到某某人我的事的名下或者唐百祥先生的名下 就不可能存的只能存在这边 那也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假如说还有更多的监款人 向唐百祥先生监了款 但是呢他采取的是没有著名专款专用 没有写明这个李旺洋同项款这样的备注啊 或者抬头也好或者叫备注也好 假如没有这样的信息 唐百祥先生是不是可以拿这个支票 直接存到他本人或者他所指定的人账户上 如果说唐百祥先生还接受了任何人的 比如说现金监款 比如说本票监款 那么他是用不着给到您这个账户里边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只是说一种技术手段啊 至于说事实上有没有 我们不做评论 因为我只是问了一个技术问题 你能不能跟我 应该说 应该说据我所知 我不知道他有其他的捐款收入 我不知道 至于刚才你的问题 所以说是不是有人会将现金 或者说银行本票 或者说没有写 名给米万阳数项的这个支票抬头没有写 那这个是有它可能性 但是我不知道 他有这个可能性 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的意思是呢 如果说这个用的是支票 支票上写清楚了用途 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支票是只能存到你的账户上 对不对 但是说从技术上 如果说有人给了现金了 给了银行本票了 给了没有写明这个备注的这样的支票的话 唐先生 他是可以直接存在他本能或者其他人的 他指定的人的账户里面 当然这是个纯技术问题 因为我接下来我要问您的是 据您所知 除了唐柏乔先生指定您这个免税账户 作为接受监款的专款账户以外 您还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公布的 接受的监款的方式 或者说实际接受的监款 抱歉您刚才已经说了 您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接受其他人的监款 您事实上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公布其他的监款方式 对不对 不知道 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我曾经在曾鸿先生的视频里面呢 听到了一句话 好像曾鸿先生提到过一个三种监款方式 所以我要在这里跟您沉浸一下 我也没有办法去 这个或者说没有太多实验精力去 仔细的这个追究到底曾鸿先生那句话是什么含义 那么这个呢可以如果以后要哪位观众朋友要有兴趣啊 可以继续的追问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最后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田根先生 唐柏乔先生说没有办法跟您联系上 那么您收到他这个监款 并且把钱用现金的方式给了唐柏乔先生以后 您的电话号码呀 这个电子信箱啊等等 是不是都变掉了 他真的没有办法跟您联系上吗 这个问题賴先生问的好 我自从来田那西以后 就是开了第一部手机以后 我的手机号码从来都没变过 所有的老朋友都能够联系到我 那倒是我曾经在好像是14年15年 曾经联系过唐柏乔先生 他的电话就好像是关机了或者说取消掉了 也有 后来我也知道唐柏乔已经离开了纽约 但是我在田那西这边从来都没有变过 连续方式地址都没有变 您的联系方式从来都没有变过 事实上他是能够跟您联系的 相反呢您试图联系他却联系不上他 那么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 他是不是诚信的问题 他在视频里面说呢 他没有办法跟您再联系 这个如果说他说的是事实的话呢 那么显然呢您这个话就站不住脚 相反现在您说您没有变过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公众的有理由认为呢 他在撒谎 因为您的方式联系方式没有变 因为而且我想这个东西很容易得到证实 您两位共同的朋友应该肯定会有共同的朋友 对吧 如果说需要进一步求证 很简单就能求证的到 田庚先生的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没有变过 所以呢 唐柏乔先生 他没有跟您联系 不愿意跟您联系 不是说您的联系方式变了 他没有办法跟您联系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问题呢 我们确实是好几年没有相互联系 因为我想联系他 联系不到 他也可能他换了手机啊 真的是把我忘记了 我的手机忘记了 这也有可能 但是呢 我可以 我不知道后来 唐柏乔先生有没有跟 芬柏乔先生 他们两个有没有联系 还有一个巡演 也是湖南的巡演 现在还在 还在 还在 美军复役的 我们都保持联系 我不知道后来唐柏乔先生 有没有跟这两个朋友联系 只要有跟这两个人联系 有的话 他都可以得到我的电话 还有其他的老朋友 所以我这个事情呢 也就是说 我这边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不会撒谎 如果有撒谎 这两个我刚才提到的 这两个人 他都有我的联系方式 好 那么因为这个问题 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唐柏乔先生 如果说他在 呃 陈美明先生出来必要之前 他说他记错了 他随便那么一说 就把这个指向了 陈美明先生 但是陈美明先生 这个站出来做他视频 证明他跟这个事情 跟监管没有关系 他没有拿过一分钱 之后 唐柏乔先生 已经想起来了 这个钱是在您的账户上 或者是您的账户 接受了这个监管 只不过没有点你的名 那么如果他想要跟您联系 他是完全可以跟您联系 因为你的电话 没有变 那么他即使他丢了您的电话 那么他也可以通过共同的朋友 或者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联系一个人 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这里呢我想要提出一个 可能的假设呢 如果说他主观动机上 确确实实不愿意跟您联系 而且我们假定说您真的 这个联系不上 甚至万一都出现了意外了 那么叫死无对证 那么他这个事情呢 等于说永远就没办法交代了 那么如果按照这么一个逻辑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公开募捐的人呢 最后对这个款项不负责任 一下子指到这个人 这个人指到了 就这个否定了以后呢 又继续往下指认 一直指认到最后没有人出来作证了 那么他都可能最后 行了我无限制的指认下去 指认下去了以后 如果是没有人站出来 这个澄清的话 那么他就会变成了一个 死无对证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给这个恶意的募捐的 这种行为啊 提供一个方便 所以我在这里 我现在评论的呢 只是一个 一个推理一个逻辑 我并没有说 唐柏乔先生就是这么做的 我只是说呢 把这个事实 把这个道理啊 跟观众朋友们解释清楚 行 最后我田先生 我在最后给您问一个 请教一个问题啊 这个您 认为这笔钱 应该怎么处理呢 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想哈 今天我接受你的这个采访 视频 我希望唐柏乔先生 能够看到 怎么处理呢 我想是要等唐柏乔先生 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我的这个说法 他是不是能够提醒他 是不是能够让他勾起他的记忆 回忆 啊 这个从唐柏乔 我的朋友那边 拿到一千三百块钱 是否能够记起来 他才可以做决定 这个捐款的钱怎么处理 如果他看到这个节目 看到这个视频 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 那他回忆起 记起来 那唐柏乔先生呢 要是认为这笔钱 还在田纳西 还在田庚这边 还在李万洋的银行账户里面 那他 唐柏乔先生 也有义务 也有责任 来田纳西 追讨这笔钱 你说呢 我同意您的观点 我认为呢 李万洋先生呢 应该称得上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英雄之一 那么他很悲壮 使得很惨烈 那么去世以后 唐柏乔先生 以为李万洋先生 这个塑像的民意 进行公开募捐 不管钱多钱少 那么他本来呢 应该要有一个 负责任的精神 应该把这个事情呢 进行妥善处理 我们在这里呢 也呼吁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 能够关注这个事情 甚至呢 可以再继续的 去探讨一些其他问题 比如刚才我提出的 除了这个 田根先生 代为接收的1300块钱 实际上是1200啊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接收了监款 那么我相信 唐柏乔先生 会对公众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田先生啊 非常的感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 唐先生呢说这一笔钱 一直在田先生手里 田先生呢 说已经通过一位女士 把现金给了唐先生 等于知道此事呢 就三位人 田先生 唐先生 和那位女士 再有 就是他们之间的私信聊天记录 这件事的先后顺序呢 是唐柏乔先生 首先在视频中 说这笔款项呢 一直在一个神秘的田纳西州的人的手上 当田先生知道说这笔钱 还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呢 2018年的2月13日 就出来公开的否认 说钱呢 已经给了唐先生 两个人呢 一个说没拿 一个说呢 已经拿走了 那这1300美元呢 到底是拿了还是没拿 还是呢 就默认 以自己之前 所出的视频为准 呃 希望呢 有关当事人呢 尽快公布捐款的明细 及使用情况 毕竟呢 你是向大家公开的募捐 我认为我们吃瓜群众 有权知道真相 同时呢 这也会涉及到 我们以后呢 还敢不敢再捐款的问题 昨晚的推特呢 围绕这个问题呢 唇枪舌舰 啊 唐粉呢 就让田先生公布证据 田先生呢 就想等唐百桥先生 回答完以后呢 听听唐百桥先生的解释以后呢 再做回答 哈哈 2018年呢 我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年 我想有很多事情呢 都会有个水落石出 我想呢 就让我们吃瓜群众继续的等待 继续等待他们二位 继续公布他们各自的证据吧 关于教育募国这件事呢 我已经在好几期节目中已经提到了 因为人民教师呢 现在也是体制中的一员啊 叫事业编制 你可以说没有关系的 根本就进不去啊 我就知道我们一个师大的毕业生 想分到一个高中去教书 需要呢 向校长送五十万人民币啊 其实这五十万人民币 它一辈子能不能挣出来 我都真不知道啊 至于送色的呢 那就举不胜举太多了啊 这种体制下呢 就造成了很多的怪献上 就是呢有真才实学的 根本就进不了教师队伍 那些素质低下的啊 比如说像兔哥的啊 哎呦这个衣冠禽兽这样的啊 人模狗样的 都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某位班主任老师呢 到教室检查桌椅的保养情况啊 发现一张空旷的干净的桌子上 刻了一行字很伤心 就问了学生 谁写的 要想人不知出为己莫为 而不承认 我一定能把你找出来 别以为我没办法 把你找出来 这学生探过头来一看 啊 上面写的是再别康桥 学生挺聪明啊 报告老师 这个呢是徐志摩写的 老师气愤的就说 告诉徐志摩同学 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现在的教育界的 基本的状况呢就是这样啊 反应慢的呢基本都会玩死啊 能力差的呢都会被闲死 胆子小的呢会被吓死 酒量小的呢会被灌死 身体差的呢会被搞死啊 讲真话的会被整死啊 能干活的会被累死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人呢 就有这样一种信仰 叫什么呢 叫干任何事情呢都不必太认真 要不然呢就是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某位校长太太出差 突然回家正撞见校长和一个刚来的女老师偷情啊 哎哟就大骂你这个臭不要脸 那个矮千刀那个肩负淫妇 我非到教育局去告你不可 那淫妇就说了 没用的教育局局长跟我也有一腿 那那那那我就去教育厅举报你 哎呀老师就说了 没用的 厅长跟我也有一腿 那那那我就去继维继维举报你 哎呦这淫妇就说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我也不用客气了 那我就把我的十万块钱拿走 哎校长太太一看哇床头放了一打钱哦 恶狠狠的说呀 哎都是姐妹集什么呀 姐姐跟你开玩笑的啊 这点笑话你都听不懂啊 爽累了吧 姐姐给你倒茶去 好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我们下期再会